中国影史上的十大美人 第十位 王思逸 他被称为演潘金莲最像的演员 只用一个眼神就在影史上留下姓名 看过他演的潘金莲 才知道别人演的都是浮云 第九位 宫学 他曾被誉为中国的山口百慧 不仅长相漂亮 更有一身优雅气质 可惜的是没有留下太多作品 第八位 卢萍 他塑造的经典角色数不胜数 深受观众喜爱 他各种装扮总是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第七位 傅一位 他演的苏达吉是观众最认可的 获得好评无数 可惜他做了一些错事 如今也很少露面了 第六位 朱林 提起他几乎无人不知 女儿国国王是他最出彩的角色 一个眼神就道出了千言万语 第五位 李建群 他不仅相貌美丽 而且才华横溢 他既是演员又是服装设计师 在电视剧《唐明皇》中 他一共设计了九千多套戏服 可惜上天对他太过残忍 第四位 刘晓庆 他是娱乐圈公认的洞灵美女 年轻时的他也是盛世美颜 腹白貌美 经历过四段婚姻的他 如今也是生活幸福美满 第三位 陈小旭 他是林黛玉最合适的扮演者 这个角色几乎是为他量身定作 每一个眼神都像是从书里走出来的 第二位 林芳斌 他演的杨贵妃 圆润朱华 雍龙华贵 相貌旺夫 多一分不胖 少一分不少 是最美的杨贵妃 也是最美的林芳斌 第一位 陈宏 他年轻时候的颜值 可以秒杀不尽所有女星 他被称为中国影视界最具美名的林演员 他是典型的中式美人 美得毫无攻击性 这些倾国倾城的美人 你觉得谁最漂亮呢